当时胸前就读国一的儿子 非常的早熟懂事 他牵着爸爸的手 来到派出所自首 今天死者的遗体进行解剖 而家属担心孩子受到二度伤害 今天不让孩子来到现场 妈妈他来吗 没来 小朋友今天会来吗 都没 妈妈是没时间是不是 没 没时间 人家没开玩意 你代表来 小朋友现在都在上课 死者的母亲也因为太过悲痛 今天无法到场 是由死者的舅妈来协助验尸 而案发之后呢 根据了解死者国一的儿子非常懂事 把家里所有刀子藏起来 就怕爸爸想不开 最后这一幕大家印象深刻 他牵着爸爸的手 带着妹妹到警察局自首 而凶贤就是死者的丈夫 在案发之后已经收押